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早晨 来到这个星期最后一个交易日 昨晚美股的表现是个别发展 升跌幅都不大 港股方面 真正变动率昨天收市的时候 红筹指数是升的 由先轮调整之后 现在有些回升 0.441% 算是不错了 其他四个主要指数 都是有一定的跌幅 跌幅都不算很大 波动最大的科技指数 都是0.529% 成交金额 和20天平均数 50天平均数 普遍昨天的成交金额 都是低的 除了国企 国企股 国企股的表现 国企指数成分股的表现 似乎交头 遲了 42.40% 41% 是比20天平均数 39.55 3% 为高 亦都高过 50天平均数 41.454% 那是不是国企股 已经 见底 会在下一个 中期升浪里面 有好多的表现呢 大家留意了 同样地 比20天平均数 高了的是科技股 科技股 企股 已经开始了很多大型反弹 再看的是 昨天收市的时候 廣伎 美子期货 是报 4524.30 只是升到0.119% 五大指数 我們科技指數偏低1%,其他都不是很大的,0.6%恆生指數,綜合指數0.6%,紅籌指數輕微偏高,略為偏高0.2%,恆生指數昨天最低是見過25840,25840也挺差的,即是到了第二,即時重用支持位,最高是262291,262291年, 一個即使還要左一位,第一個都未到,當然,好在都高過這個加權合理值,對不起,高過合理值 現貨主板市場,非產物主動賣高比率,收射報54比46,低過平均是56比44的,那就不及格的,即是說在跌市之中,那些買家,主要是大戶買家,應該是中戶加大戶買家,那就不夠的 即是入市進取程度不夠的 資金正主動買入,有48億,繼續是資金正主動買入,不過就連續兩加加日速減了 低過平均的92.49億,過外五加加日平均,而這個佔總成交金額呢,只有3.幾% 即是說,沒有什麼特別的啟示性了,雖然這個六一資金正主動買入,全日總成交金額回降到1480億左右,賣空金額比率呢,也都略為回降到18.74% 恒生指數,陰陽出日線圖,昨天呢,在高位就開始有個整股了,有個整股就不代表今天,或者跟著幾個交易不可以再升的 譬如在這裏,是不是有個整股呢?更明顯一點,那今天又是再升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繼續向我的目標,26560,進發,恒生指數 昨天最高見過26230,已經接近了 這兩天都接近過的,希望可以今天,或者最時下個星期一,就可以發力上 如果下個星期一,都不能夠發力上,那就要小心點了,會不會是提早完的 為什麼呢?我講過這個浪,無論你當它是一個A中C浪,或者是C浪 那是可以在26560,這個高位的附近圓結的,附近的意思是可以高下去,也可以略為低下去 那你看一看,這個高位,和這個高位,不是相差太遠的 如果在這裏下,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必須提醒大家 雖然說,很準啊,26560,我在這裏,我在這裏已經開始說26560了,在這裏 那,很準啊,真的到啊 那你就不會說,一定到一定中的 那我再說一次,不是一定到的,可以差一點點的 可以差一點點就下來了,那就小心點了 如果不是呢,你到了它跌,穿這個高位 甚至這個低位,就是確認,你就慢了 那指標方面,指標暫時還是全部利淡的 那就是短期形勢顯著向好 那理論上,我可以繼續看好,不過呢 最緊要把那些指站位呢,推上去 推上去怎麼推呢?那我建議就是這個低位 那你,跌到去,暫見的高位,回落 暫時先看一半吧 那遲些呢,就推上去0.382 那補償記得利潤 嗯,好淡大會角力的情況 昨天呢,家權收市委動成交量配合分析 行指期貨是跌和升的 國指期貨就是升和升 那,就這樣看起來呢 嗯,當然是國指期貨比較好些 升市成交量配合,昨天呢 行指期貨呢,跌市,然後成交量配合當然沒那麼好 TWI角力指標呢 行指期貨是正三和正一 升得來,成交量,咦,開始配合了 轉好了一點了,整體來說 喂,不下街日,國指期貨還正五和正一 很明顯是升的 嗯,那國指指數 正如剛才我所,有少少啟示 呃,大膽的一個預測 就說呢,逐漸會轉強了 即是跟隨科技股,逐漸會轉強了 那,那... 那,偏離值 略降回正1624恆指期貨 國指期貨是正591 就繼續創今個月的新高的 家權平均偏離值,兩個呢 分別是正0.1920%恆指期貨 正1.808% 國指期貨 啟示未來一兩個加月的整體形勢呢 都是繼續向好的,機會很大 跟著呢,就是到行指期貨 昨天呢,是跌市來的 開始就反覆,曾經再錯過高位 跟著就跌了來了 國指期貨走勢呢 現在呢,雙弱 但是有一點點不同 你看一點點不同就是什麼呢 它恆指期貨 再升上去早市的時候呢 是不是去到很高位而已 但是國指期貨呢,是明顯高的 所以它雖然都是落回來的 但是整體來說,拉這條線呢 是橫行市來的 一個是跌市 行市期貨 國指期貨是橫行市 科指期貨就差了 沒有再高位 就是昨天是明顯的回套的科技股 昨天是一個跌市來的 那是三個不同啊 跌市 橫行市 跌市 第一個和第三個同的 不同的 第三個呢,跌勢是急的 為什麼呢?跌,橫行跌 兩月份合計的未平初暗約證數 行市期貨呢 是增加的 國指期貨是減少的 科指期貨是顯著增加的 增加,減少顯著增加 那有點複雜啊 怕記錯了 所以可以回到一串頭看 先是行市期貨 行市期貨跌市 未平初暗約證數 增加 跌市增加 就是這裡啦 就代表昨天外資淡有大戶在那裡 開新倉逃利 啟時今天呢,南籍股股會持續再跌 那就小心點啦 就算它略為高開 也要小心點啦 它會持續再跌的機會大 國指期貨呢 橫行市 而成交量呢 不,未平初暗約證數呢 是減少 橫行市 而減少就代表昨天 中資好大雙方都在那裡 平舊槍計數而已 對橫市沒有啟視的 對今天的市況 科指期貨呢 就一增加到23000張 那就是這樣 分析出來的結果 可靠市呢 就高了 六成半左右 那明顯增加 明顯增加 明顯增加就是跌市 是不是 跌市 明顯增加 跌市 明顯增加 就代表昨天呢 科技股戰場裏面 但有大戶很積極地開新倉逃利 今天呢 科技股依然是最大的沽額來源的 很大機會啊 持續再跌 好 記住剛才的預測 不一定準 不過呢 也有六成半至八成的機會 是成為事實的 跟著看三十三個行業類別的熱度圖呢 在經濟通 HB2這個熱度圖 大家可以看到 昨天呢 多了很多紅色 多了很多資金證 主動賣出 即是說在高位呢 增相 那樣 扔分貨物出來收錢 那 有沒有多些的呢 先看看 有沒有夠五億的 好像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的 三億都沒有 不要說五億 最多都是汽車 二億五千九百幾萬 而已 嗯 資金證存到買入的呢 就明顯地地產 十六億左右 保險 十一億 嗯 你看看 沒什麼特別的 是不是 沒有的 較為多的都是 這個的 不是這個 這個 這個項目頁四億 已經負面頁得三億四 五百隻恆生 作業指數成份股 裏面呢 資金證主動買入最多的 竟然是很少排到這麼高位的 中國平安內 他有時候入頭十位呢 但是呢 排第一位的昨天 是錄得五億一千幾萬 那 跟著呢 才到阿里巴巴 五億一 然後就快手 三億三 十隻之中呢 就有六隻星 四隻結的 那大家自己看一下 譬如我們看頭三位呢 他的收市位 是比價錢平均價呢 都是高的 那就是說呢 譬如舉例阿里巴巴 雖然收市暴跌 但是呢 整體來說 昨天收市的時候 入市買貨的人 即使入市買貨的人 都是落得 普遍來說 都是落得 帳面利潤的 那是不錯的 即使升了 是有個回套的 其他的 大家可以自己看 都是有什麼比較的 升跌幅呢 明顯一隻 就是融創中國 1918 升了10.19% 而他比對五個交易前的收市位 就升了十幾個巴仙的 十幾個巴仙的 十八點二六個巴仙的 然後呢 跟著呢 不不不不不 錯誤 十六點二六 十六點二六個巴仙的 另外呢 就夠五個巴仙的 就還有一隻的 就是中國平安 大反彈 7.54% 比五個交易前的收市位 是升了10.57% 那就看看這兩隻 先看看融創中國先 升了那麼多 看的主動買股比率 叫做配合的 59-41 量比就不高的 跟著中國平安呢 主動買股比率 55-45 叫做緊緊配合 始終都是大病干預 雖然近期呢 低位反彈了不少 但是中期長期來說 都是大約勢股的 或者是 沒有那麼大約勢 都是屬於約勢股 現在不算大約勢了 那昨天的量比 是2.51倍 那就代表呢 58.1 和6.3 4.5 暫時之間爭持非常激烈 那由於收市位是接近這個高位 也都高過監權平均價 那所以呢 昨天的低位 58.1 就真的要不要再失手了 那這兩隻呢 就說了 跟著還有的 看看主動買股比率 有沒有特別的呢 嗯 嗯 所謂特別的 我們看65.3 沒有的 所以昨天都是很大的 增持雙方實力 都叫接近的 那就沒有什麼特別要說了 選多一隻啊 特別想說的 這一隻 快手 那就是快手 因為他比 雖然昨天升得不多 但比5個交易前呢 他都升了16.8%的 快手呢 昨天收市位 通常說的 是高的交易平均價 那 那主動買股比率 也算是配合的 57.43 兩比是一倍 好了 那今天我們呢 不如我們就說 中國平安 重點分析一下 好 那我們看個 專業重點分析表 中國平安排第一位 最好的 第二 融創中國 第三 快手 那這三個股票 剛才都說過了 那一會兒說的 中國平安重點分析股票 你看到呢 一路是一個中期的 持續跌落 叫做 持續跌落 就是反彈幅度很弱 反彈幅度很小的 反彈力度很弱的 反彈力度很弱的 一路跌 近日呢 在日線圖上 你形成了一個 一浪高於一浪的走勢 那這個是好事的 昨天 竟然 竟然有力 一回到63.45 竟然的意思就是 大約小股 有這樣的爆炸力 一支長生區的陽足 很難得的 最難得就是成交量 非常配合 是不是 那 代表這件事 代表這一個 低位已經成為了 短期的重要支持位 是不容有失的 大家要搏短線反彈 短線好的話 只要搏不搏得 一會再說 要看完訊號 就一定要指示位 放在這裏 遲些再升決的時候 推上這裏 那這些位置 什麼位置呢 一會從大家講 平均線分布形勢 五天平均線 一早就升破了20天平均線 現在就想升破了50天平均線 升破了上面 就會有利股價進一步反彈的 直至到 連這個紫色的20天平均線都升穿了 這一條的藍色的這條 50天平均線 那平均線 整體分布形勢 變成全面來 那股價呢 有機會 不止進一步反彈 現在呢 已經變成為中期的反彈 是有機會的 到時有條件 有條件的樣子 這個機會 剛才說的機會 就是這個 平均線整體分布形勢 支持之下 得出來的機會 反正它是 機會很微的 另外呢 我們 由這兩個低位 和這個高位 畫了這條上升通道 它是升破了上升通道 之後 曾經後抽回市通道的頂部的支持 那些穿過的 但是收市位 很明顯站在上面 支持股價繼續升的 支持股價繼續升 那一會兒升多少 量度升幅目標多少呢 上面有什麼阻力 一會兒再說 在第二段 剛才一會兒分析 還有呢 我們在這個高位 和這個高位 等一下 藍色 到這個高位 拉一條下降軌進來 也都升破了的 短期來說呢 這隻股票的形勢不錯的 加上一路反覆升上來 OBV是完全配合的 完全跟回走勢的 那就是短線投機這隻股票 是可以想的 生在直播率和訊號 知不支持 訊號雖然未給大家看 但是估計都支持的 好 短線的 中長線未入流的 這隻股票 今天和大家簡單地分析的股票呢 都一樣是有三隻啦 那麼 有些 有些 有些朋友說 哎呀你的錄音太長了 每日現在越來越長 嘗試在一些不重要的地方 剃短一點 那也有提議說 哎呀兩隻好了 不要三隻 那麼大家有什麼意見呢 剛剛兩隻三隻 我沒所謂的 兩隻不說兩隻 講四隻就短一點了 不過我又覺得不要緊 我只要講三隻吧 我比較辛苦 你聽到聲音 還在病緊還沒病好的 都講辛苦一點 但是你們可以怎樣 你們在 譬如你用YouTube頻道看那些 你看下面那個說明 有個time code 我下了一個time stamp 一個時間的 那譬如說我講這隻 你一會講這隻 第一隻 873世貿服務 你會見到 你會見到 世貿服務 括弧 873前面有個時間的 譬如說是幾分 幾分幾秒 你按了幾分幾秒 一下就彈了 從那裡開始 就是之前 之前你們就不用聽了 那我覺得 又不會太浪費大家時間的 明白了 第一隻 和大家分析的股票 是世貿服務 873 那為什麼突然間分析 你這麼冷管的股票呢 因為剛才的榜上 給你見到的 那就是說 我五百隻恒生上股指數成分股 的指金證主動買入 頭三十位 你會見到的 那這隻呢 的股票 看一看 看一看 見到這個高位之後 反覆急挫 然後呢 繼續偏遠 現在就開始略為反彈了 所謂略為反彈 就是我只要用四字形容 就跌勢存定而已 未算一個新升浪銀 始終它都是一個橫行區 裡面上落 那叫做反彈 近日又回回來了 一個裂口回回來了 那就是這樣 我們說裂口的時候 其實呢我都說過了 凡真的裂口出現橫行區裡面 就像這個 這個呢 是不重要的 不重要的 跌口只會在持續的升浪 持續的跌浪中間出現 才是重要的 這些不重要的 補分了 是完全不出奇的 那就是 現在它的形勢 就是在保證加通道 中族下面 SAR支持 繼續推向上來 RSI就是淡的 STC淡的 MACD好 那就是說呢 是兩號三淡 兩號三淡 就是形勢偏淡 那你短線怎麼拼 這些方式 這個低位 你敢不敢說 短期還要支持位 如果你敢的 在這裡買 拼上去拼多少 然後在這裡 那夠不夠2.5比 直播率呢 肉眼望就不太夠了 所以這隻股票呢 雖然昨天就 昨天就 昨天就 昨天上來都好像 勢頭幾好 那些主動買盤都活躍 那但是呢 圖表不支持 那圖表不支持 就不是代表它不可以升 過兩天 它升上去 哎呀知道我買了 如果你這樣的投資態度 就非常錯誤了 這次被你僥倖 贏一次就累死你 以後你就會輸多多了 為什麼呢 如果你這樣 直播率這麼不夠的 不如你選一隻 直播率夠的 上升去高位 機會大些 還有 再升的幅度 機會大些 不如選那些 你不一定買光的 不一定要 哪一隻有機會 升的時候都買光 好像大大牛市的時候 二千多隻股票 可能一千八百隻是升的 難道一千八百隻買光嗎 是不是 沒人這麼傻的 好吧 第二隻和大家說的股票 是中國財險 中國財險 是好些的 譬如這個低 反覆升上 現在只是在高位進行整固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還有那個支持位 就是那個防線 買家防線 已經推上這個位了 那就爭取 可不可以過這個高位 7.94 對不起 可不可以過這個高位 7.94 那現在只是在這裡做整固 支持很明顯來到這裡 那又是了 如果你在這裡 摸它升 這裡 搏得它升穿的 去到多少呢 那就自己計算直播了 如果你靜的話 我這裡指示 目標在這裡 那就不要入市了 我昨天有和我朋友說 那他說 有一個很出名的 市場分析員 那現在已經沒有做了 退休了 那我有一節說 我聽他說 他介紹了股票 因為股票現在三月半 三月半 建議買入 目標四元 只虧多少 三元 那你想一下 贏就贏 五毛錢 輸就輸五毛錢 我覺得你不如去賭場 玩百家樂好些 或者玩大小好些 那就是 直播率是不夠的 那 就算你告訴我 它有八成機會 升到四元 我都不會買 我寧願選一隻股票 直播率夠的 只有七成半機會 升到四元 好 那這個就是長勝之度 看不看了 高互博力加多度中族 但SAL上面有阻力 RSI STC好的 MACD 就是淡的 三好兩擔 形勢是偏好的 很明顯這隻股票 比剛才那隻股票更加 短線球 機的價值 只不過是 如果你的目標放在這裡 就不要入市了 你的目標應該放高一點 那為什麼放高一點呢 來自計量度升風目標 譬如舉個例子 很簡單 你當這裡是一個新的起點 這裡升一倍 跌下來 再升一倍 那就高了7.64 那你看到時候 夠不夠值得 第三隻要講的股票 是2359 若明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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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去的形勢 好像跟剛才那隻差不多 跟2328 略為遠一點 因為你近日看到的走勢 低位徘徊 那它低於保里加東越中族 低於SAL RSI 現在就是僅僅高於 它的五天平均線 但是兩條線都是低於50 留意一下 STC、MAC都要淡 所以說 五個指標之中 只有一個利好 四個利淡 那短線可不可以投機 不用想 反而小心這些低位 最後會跌穿 跌穿支持 那更慘 跌穿支持 看什麼 現在 跌多少 然後這個度 大概這裡 起碼看這個 當然你再看 由這個低位 升上這個高位 0.320 就到了 看0.5 甚至0.618 的量度 鐵幅目標 最後呢 我們講美子期貨 現在呢 美子期貨是 那今早 這個幾點鐘 先看看 這個是今早凌晨的 4點鐘 下面寫3.9 即是3.9至4.5 3.9至4.5 最高見到4.55 1.80 很漂亮 但是跟著美子 美股收市前 1個小時 先看看 1個小時 4.3 5點收市 9個字 突然間急跌 一刻列口急跌 現在 美股收市之後 從這裏開始 都是在低位 整股 有少少的 陰霾 現在是報4539 美子期貨 現在報4539 我打到4539 剛才的高位在這裏 451.8 為什麼 即是說 我們的合理值 恒生指數 現在是26 143 是升125點的 但是當你開市之後 看看形勢 比如說 內地股市 內地指數 指數期貨 的表現 未必可以開到這麼高 最重要 開不到這麼高 不要緊 最重要是搜到 第一個即市 還要支持位 25996 搜不到就沒那麼漂亮 今天事勢要捱一下 下個星期才進攻 好友 如果搜不到就不漂亮 搜到 還有機會上去 上什麼呢 我就五大胎 今天看26 252 今早就這麼多 一會兒再跟大家跟進 順利事況 第二段投資金銀分析 多謝各位收看